搬屋找時代,時代舊專業,時代服務街,搬屋搬廠搬寫字樓 請找時代物流快甲桌,還提供傢俬拆卸和安裝,傢俬暫存 有事要幫手,掃QR Code,或者直接打電話給楊先生 Hello大家好,ChuChannel 澳門現在的賭場以中場客為主,為了吸引這些客人 賭場之間捲得非常之勁,即是競爭激烈 所以在賭場裏,無論中場或者貴賓廳,都提供多種多樣的免費美食 入賭場的客人,有賭有不賭,賭場都不理你,賭定不賭 總之一律免費提供 來者不拒,可能因為這樣 現在內地的社交媒體,例如小紅書抖音,最Hit的影片 就是教人怎樣零遊澳門 一分錢都不用,在澳門又玩又吃 我身為本地陀地,都覺得自己有點outday 有很多東西我自己都不知道 有很多好吃的東西,在賭場裏,我也不知道 我也要看看 最近內地有條女在小紅書上分享 只需要滿足一個條件,就可以不花一分錢 在澳門吃喝玩樂一日遊,輕鬆玩足十三個景點 全程免費吃到飽,盡享澳門名物豬扒包蒲撻口切叉燒蛋飯 不過她的做法當然引起網民的議論紛紛,反應逆兩極 她的影片拍她由珠海關口來澳門 移動方式當然利用各大賭場酒店發財巴 她先到十六浦服務台蘇哥爾維碼 免費享用豬扒包奶茶,註冊成為會員 可以額外得到叉燒蛋飯 這件事我也不知道 讓她找一次機會去十六浦吃叉燒飯 吃到飽後她再到大三巴玫瑰堂 再在大三巴手信街試食手信 再到其他酒店賭場 免費吃碗仔翅、點心 甚至哈根大雪糕 期間還一口氣 到淡仔不同的特色酒店拍照打卡 最後坐回免費發財巴 回港北口岸那邊 對於內地女免費教學網民反應兩極 有部份內地網民兆子自己以前白去澳門 有網民說 各地賭場其實吃喝都是免費 亦有人覺得女事主厚臉皮 確實有些不看面 更有人嘲諷她 澳門經濟多謝她 認為這種做法不離於當地旅遊 其實我覺得她沒什麼 只不過是其中一種旅遊方式 有些人按自己的喜好去不同的幾點 試不同的食物 她這種純粹以免費作為主導 去安排自己的行程和路線 拍了片放上網 其實都是直接宣傳澳門的旅遊 以及同國大賭場宣傳 現在的賭場競爭激烈捲得很厲害 每間都提供免費美食 其實這些都是賭場的經營成本之一 計算了下去 雖然很多人吃免費美食 不過如果搏搏搏搏搏搏 有個客人不小心玩兩手 輸兩三局 輸幾千元下去 其實就不是免費的了 好像早前 星際酒店開了一間貴賓廳 你走進去玩又行 不玩又行 在餐廳坐下吃碗麵 喝一杯東西 沒有人理會你 當然了 你天天上去免費開餐 當然不可以了 人家一定認得到你 這種就是現在澳門賭場經營的手法 所以這麼多內地人喜歡來澳門體驗就是這樣 好 這一集到這裡 現在都想支持我 謝謝